我煮的 别捣乱 你知不知道你做得过东西 男人喝了上大火 瞎说 这是屈寒的 今天风这么大 正在驾校陪我考试 那万一冻坏了怎么办 你又得赖我 那你要想帮我暖暖 还有别的办法 是吗 什么办法啊 你别捣乱 晚上的活动我都安排好了 煮完了我们就可以出发了 活动 就咱俩 不是 这里头装的什么东西啊 这么沉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你好 你好 请问是钟小姐吗 对的 麻烦数据一下您的驾照 把驾照给拿 给 去哪儿啊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麻烦您签个字 好了 就您用车愉快 谢谢 谢谢 咱们到底要去哪儿啊 上车我给你导航 把这个放到后备箱去 好 原来你说的是这儿啊 好了 你像他们那样 把车调个头 坐在车里隔着玻璃看 多没意思啊 我在网上查了 现在不是都流行那个 车尾派对吗 你不怕了吧 我不怕 我哭我哭 我看你是上网查了 怎么跟弟弟谈恋爱吧 好看吗 好看啊 我哭我哭 怎么不笑呀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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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快跑啊 要完了吗 没呢 逃吧 睡了没 起床了 昨天你活动安排得那么好 周过来他交给我吧 保证带你玩刺激的 回我微信啊 喂 起床了没 现在才十一点多 我昨天回来睡觉的时候都六点了 我才睡了四个多小时 你不睡觉的吗 觉什么时候都能睡 我回去洗了个澡 换了身衣服 我想睡觉我不想动 早 早 小琪啊 怎么了 气色不太好呀 生病了 好 都是通宵看电影 人家缓了两个小时了 这两天都缓不过来 终于熬到周一了 续命五天 什么七八糟的小琴啊 续命 谁啊 是不是小钟啊 拒绝八卦 小琪 小琪 伯伯 下班我来接你 我今天实在是太累了 我哪儿都不想去 没问题 请你回家打游戏 好 小王 今天约你到这个蓬传里见面呢 你别误会 主要是因为 你也知道了 相亲这种事嘛 成与不成的 男同志当然没什么 还是考虑对你的影响 他不好 对我也没什么影响 相亲也不是什么不光彩的事 没什么可避的 在我这儿还是避避好 对了 我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我叫张志 三十五岁熟牛 硕士学历 未婚 恋爱经历呢 上次谈恋爱 还是读研究生的时候 在南京读书 毕业以后 就回来建设家乡 现在是规划班的一个主任 官不大 但责任很重 我也是希望 学有所专 学有所用 用自己的光和热 把我们的小镇建设的 人人富足 家家服务 你这么说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了 是 是 是 那 那以 以后我多跟你讲一讲 你 你这个思想境界 很快就能提高起来了 喝个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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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志 谢谢啊 走了 没事吧 小张主任 这么来游船啊 跟朋友一起蹦蹦 小张主任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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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你哪天有空啊 带您朋友到我这个鱼塘去尝尝鱼鲜 顺便看看我那治理的符合要求了不 你要是都弄好了 就把材料递上来 肯定有人去检查的 我还要亲自跑一趟 不过我跟你讲啊 这个水系治理是重中之重 这条水系 从居民饮水到游船休闲全靠它了 这可是我任期内最要做好的事情 好 是是是 有您这么年轻有为的主任 那是我们的福气 那行 那您忙 我就不打扰您了 好嘞 拜拜啊 拜拜 您呢 刚回来 对家里的情况肯定不太了解 这样 我带你好好逛逛 好 你流点肚子 我跟你说那个羊肉不可能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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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张哥 这个羊肉已经就好了 添麻烦啊 您再客气了 那您先吃吃 好嘞 小王 我跟你讲 这个羊肉是我妈妈亲手做的 我特地带过来给你试一试 来 尝尝 今天是不是镇上所有人 都在做这道菜啊 我妈今天也给我做这道菜 那当然了 传统文化嘛 肯定要演习的呀 我呢 也是去过大城市的 可是越去大城市呢 就越觉得 我们中华民族很多的这个 传统文化还有传统美德 只有在像我们这样的小镇里面 它才传得下去 才能发扬光大 这也是为什么 我选择回来的原因 因为这里啊 人情味重 小张主持 好嘞 慢走啊 你别走那么快 刚吃饱 这里所有人都认识你啊 现在你知道为什么 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我跟你说 还是避避好 你回来也几天了 怎么样 适应吗 说不上来吧 好像感觉大家每天都在玩 大家来找茶 都在下意识地找不同 不能找 你看我啊 在家呢 每天都有热菜热饭 出门呢 在街上呢 所有人都会跟你打招呼 各种同学朋友的聚会 也不成没人跟你说话 好像是人跟人的距离更近了 但又不只是地理位置上的机率 小王 看不出来你这个境界很高啊 你知道吗 就这些年啊 陆陆续续的 从大城市回来的人 我也见过几个 他们身上都带着那样一种 莫名其妙的优越感 回来之后就看这里不行啊 那里不对啊 那样特别不好 我觉得其实也能理解啊 你看我也有失落的时候 比如啊 我喝不到在上海 经常喝的咖啡 看不到想看的展览 尤其是我看到我以前 那些上海的朋友 发的朋友圈 你看我回来 不过也就这几天吧 但就是怎么看 都觉得特别地新鲜 吃好了吗 老板 买单 来了 小张主任不用不用 您吃好就行了 哪有这样的事情啊 他开店做生意呢 小张主任真的不用 您听我说啊小张主任 上回我儿子着急动手术 是您给点的医药费 这顿饭钱我收您了 那以后我怎么做人呢 一码归一码 你开店做生意 收钱是规矩 来拿着 真没多少钱小张主任 怪不了什么规矩 我就是想表示一下感情 真的 那咱下不为了 下回您还来就行 老板 买单 好嘞 那我前房车 送 走了 好 慢走 慢走 拜拜 喂 今天约场球呗 我忘了你们今天有志愿者活动 那今天就算了 等回来咱再约 好嘞 喂 陈轩 你干吗呢 行 你玩吧 早点回去啊 您好 店家酒店 喂 您好 麻烦您帮我查一下 1306的林小姐 还住在那儿吗 在的 请问您是许先生吗 不是 林小姐有给您留言